亲爱的投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过来大商服陈臣 现在礼拜天的更正 礼拜六的晚上我来跟各位做一下美股收盘分析 道琼在修完港恩节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大跌900多件 盘中曾经一度跌了预千点之上 那我在这边来跟各位大概讲一下 因为这个以标普来讲 港恩节后的交易日这样的一个大跌 听说是从1949年以来最大的这个单日跌幅 就是港恩节过后的这一天是1949年以来 那换句话说已经是60年以来最大的港恩节之后的单日跌幅 那当然沙盘的重点是在于这个欧洲再度封城 然后来自于非洲的新变种的这个病毒 造成全球的恐慌 那在美股的几大指数当中呢 不管是道琼纳斯达克 肺半标普都是大跌 但是从整个类股里面呢 跌幅最重的 跌幅最重的当然就是航空股 MS航空股指数跌了6% 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国内的华航长龙航 本来要迎接这个不但是货运的运价上涨 再加上可能到了这个经济要解封 各国可能随时会解禁 然后想象这个观光客的人数会增加 那造成 大家对于航空的这个前景 展望非常乐观 那其实你们会觉得说 那它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重新出来受到打压 但在这没有出现之前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黑天鹅随时都会出现 所以我才在当中 我一直跟你强调 富贵你要稳中求 已经涨很多的股票 人又特别多的地方 你千万不要去 所以前两天 这一个礼拜 航空股在飙的时候 我就提醒你 我说成交量都已经上100万张 100万张 那换句话说 很多人在这边 当一个 你没有办法预测的事件出现的时候 那已经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那是人采人的问题 所以你看这两天 连货归三雄本来都感觉上 三大法人都回过头买超额 那怎么他就一遇到一个消息 他就变成小涨变大跌 那就是因为什么 筹码乱了 长龙的成交量在礼拜五20万张 随随便便就几十万张的成交量 换句话说 筹码就是乱了 所以长不见得长得快 问题跌就会跌得快 所以我才一直跟各位强调 富贵稳重求的重要 有一个朋友参加一个群组 那个群组里面有一位老前辈 听说他是靠重压起家的 靠重压起家了 那他也在群组里面鼓吹大家 去重压华航 那我想一开始你可能对他的话半信半疑 那果然华航在过去这一个月 他却从十五六块 然后就涨到三十块 那他去重压 也许他是在十五六块重压 他在十五六块重压 那整个涨上来了 可是你不是跟着这位老前辈 在十五六块就重压的人 你到了二十五以上 你才要去重压 甚至你本来没有重压 但是看到投信 在上礼拜一口气买了两万张 你想说投信在高点都大买两万张 后面可能还有三十四%的 三到四成的涨幅 于是你就放心的干脆all in 完了这下你就挂了 所以我才跟你讲 常常有句话叫做什么 小心使得万年船 每次发生重大利控的时候 你才知道富贵稳中求的重要 我们常在古海大照顾的节目当中 跟各位讲说 在猎杀红色十月的时候 你每一个人 你都在自断经脉自断手脚 遇到国际五大利控的时候 你怕的钥匙 你不敢买就算了 你还自己去停损 有没有 乱停损 可是呢 言忧在耳 那也不过是十月初的事情 现在来到十一月底了 过了一个多月大家又忘记了 忘记十大 那十月猎杀红色十月五大利控 那时候你怕的钥匙的痛 然后到了一万八的时候 你又觉得 诶大事 后事看好 然后又拼命的去追高 你又开始不怕死了 那现在呢 对不对 这一个多月来 你去追元宇宙的 如果元宇宙你没有买在起掌点 你到后面你才要去买的 那不就这几个月来 我说有人换了船票 卖了船票 买钢铁票 对不对 再套一次 又或者 你的这个航运股 你去杀在低点 最后怎么样 再跟着 当初的分 有分析师叫你航运去追在高点 最后让你去停损在低点 停损在低点就算了 再让你去追高 我都已经买了两个月的 我都讲了两个月的 四大成长产业 第三代半导体 电动车等等相关概念股 追高 然后呢 11月初 10月底 11月初 怎么样 追高一次 再砍下一次 然后呢 接着再怎么样 再去做 再去买飞机票 坐飞机 同样再追高一次 那怎么样 你现在遇到国际利空 你准备再套一次 所以 行情 我说 其实这半年 很多 股市 指数都要来高档 可是很多股票 却可以在一个月 在短短一个月时间 它就蒸发 30% 40% 50% 那你融资更不用讲了 融资基本上 你跌个20% 你的财富就对折了 甚至怎么样 甚至跌个20% 对不对 跌个40% 你的资金就赔光了 跌个20% 你的财富就对折了 好 所以我才会跟各位强调说 你要在股市里面 你不是要赚得了一时 你重点是 你要能够赚得了一时 小心时的万年船 你的钱要 获利入带 能够累积起来 长期累积起来 你才是在股市真正的赢家 而不是这一个月你赚到了 一个利空出来 又把你吐回去了 除非你在底部买了 你在高点 你赚了一整个 完整的一个大段 但是如果你不是 你总是在半三腰之上的 你才去追的 那通常跌一两根 你大概有赚就变没赚 甚至就开始亏了 所以这就很多人搞不懂 为什么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做了这么久 你总是白忙一场 现在市场上流行的 一堆什么帮什么帮呢 他们总是要做强势股啊 总是要去买怎么样 羊脚往上的 羊脚往上的 那最好你的成本 最好你是买在羊脚往上 攻击角度非常大的 你是买在起点 你不是买在起点的 你买在半三腰 你如果没有在高点走掉 那通常一下来 你最后就是没赚 甚至你是 我讲的 你卖了又追 卖又追的 通常跌一根两根 你就赚变亏了 那通常你们套又不是第一时间就停损 又或者说你赚 对不对 但是看国际利空量 你一刻又停损 那你最后你发现一两个月来 你还是白忙一场啊 因为你赚了你又停损掉了 所以这就是我讲这半年来 很多人都看不懂行情 甚至很多老手都在那边翻船 的原因就在于说 股市指数还在走多头 可是个股却随时可以在一个月之内 就三四十%不见 所以今年的股市 只有什么样的人 可以在这里面利于不败 就是用我大丈夫的操盘法 富贵稳中求 不要去跟人家追强势股 你就能够怎么样 安然度过每一个国际利空 每一个上个月国际五大利空 这个月又来一个 新冠肺炎变种病毒出现 你随时要做好 万全准备嘛 你就不用担心利空来 对不对 所以我才讲嘛 无事利空之不来 正是无有语代识啊 无事股票 对不对 在杀嘛 正是无之所有持股 有所不可杀 好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讲台股 美股既然跌成这样子 我们礼拜五的台股已经先跌了 我要回过头跟你讲的是说 你看这一波美国的股票 在跌的内容当中呢 跌最重的当然就是 受疫情影响最大了 对不对 那当然因为疫苗呢 大家可能觉得又会再 有这个希望 所以你看到这个辉瑞 莫德纳 莫德纳 莫德纳涨了20% 那礼拜五我们的疫情概念股 什么毛宝啊 还是生计的 有一些都有在涨呢 礼拜一 这些美股 大跌了还会续跌吗 我倒不认为啊 那为什么我从头到尾 我跟你锁定电子产业的 原因就在于说 这段时间就算过去这一年多 就算疫情发生 电视你要不要用 手机你要不要用 电脑你要不要用 都要用啊 我的选股方向就是不会因为这些利空的打压 然后这些公司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的选股里面 如果受到这种利空的来袭 跟产业基本面没什么关联的 我反而可以怎么样 利用利空下来的时候 找一个相对低点来做进场 加码低阶的动作 但是呢 如果你买的股票 是因为题材 那你就要非常留意了 这个题材是真的假的 那一个利空过来你的题材 会不会受到这个影响 那很显然的 航空股一定就受影响了嘛 因为疫情一出来大家就不飞了嘛 所以对于追高航空股的 我只能跟你讲 我很遗憾 因为一个礼拜前我就在提醒你 但是如果你没有下车的人 而你又特别喜欢重压的 我想这一次你又受伤了 那受伤不要紧嘛 我已经跟你讲了 在股市里面 投资人所学到的教训 就是永远没学会教训 你永远受不了这个强势的吸引 然后你会怎么样 吃碗内看碗外 卖了你手上的股票跑去追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克制自己 投资的惯性 我建议你 你就是来跟着我们操作 你自己没办法求稳 你只好我觉得你就是跟着我们操作 我们就是稳 我们的选股就是不会随便去受到 这个利空消息影响的 未来几年 它就是在这个成长趋势当中 而且我带你买的价位 我绝对不会带你买在天花板的价位 就是我认为它贵了 我们就是卖掉 然后等拉回 相对来到投资的价值浮现 我们就开始带你进场布局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下礼拜的台股呢 一样嘛 开始走势分歧了嘛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8月时候 实战分享会 我首次跟你讲 师大成长产业 9月赏金计划继续来跟你分享 9月有机会的这个祭底作帐 然后到了 10月 9月底10月初开始 每个礼拜的这个周末聊产业 那这礼拜的周六聊产业 我直接公开啦 我也觉得 我也就是让大家来看一下 我跟各位大家 各位大概讲了先进封装 那遇到股市大跌 我已经跟你讲过 我们的聊产业 不是在抱你名牌 再讲一次 不是在抱你名牌 我只来分享 我看好的未来几年 它还会不错的产业 那有机会你自己也许可以逢低来进场布局 至于要怎么买 当然你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会员 你自然跟我们的抗讯来操作就可以了 明天我想应该一开盘很多股票就直接开很低了 要不要杀低你自己决定 那也要看你手上是什么样的股票 如果你就航空股来讲的话 华航如果免在一个10%下来 那基本上从高点31块 到了24块 这边就跌了7块了 6、7块了 那30块跌到6、7块 那大概就是已经20几%的跌幅了 20几%跌幅 如果你是用农资的 基本上你的本金就已经去掉一半 那因为筹码乱 那当然我觉得它就有可能怎么样 有可能会继续人踩人下去 所以有时候你会想说 那真的还不如买没量的股票 买那种量很多的反正就很危险 那明天的 礼拜一的台股 当然我觉得 疫情概念股 疫情受费股 也会开高 那开高你要去追吗 那同样的 我说有一些股票自然就会杀低了 就会开低 那开低你要去砍吗 那会员请你们听好 我们手上的股票 我带你买进了 都是我看好12月 它有机会再往上攻 乃至于明年第一季都会不错的 所以 你不要自己开低 就去乱砍股票 因为我们都是一层一层买 所以照我现在手中的持股 我们是不到五成的 除非你自己没有按照我资金的纪律操作 我们都是一层一层买 所以就算我们手上股票现在持有三档四档 基本上你的资金部位是不会超过一半的 那既然没有超过一半 你看到现在一个国际五大利空 更正 你看到新冠肺炎这样的疫情 不管黑猫白猫 好股坏股都被挫杀的情况之下 你是要紧张 担心 还是你要跟我一开始 还跟我一样 人生看得几清明 我们准备怎么样 挑这一波我们卖掉的强势股 拉回 好好再来低接 然后怎么样 跟我们再赚 再赚12月的年底大作涨的行情 OK 那你手上空手的或者是有资金的 或者是你有所股票套牢的 你也不知道你的股票到底这一波又遇到这样的利空 会不会每天都无量下跌 那没有关系 我们的LINE加进来 我们的LINE at 小老鼠HRH888 请你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呢 我会这个 加进来之后呢 我们的那个特助 还有包括我自己 不会来协助你 我们的黄家钻石班 黄金班 还有小鹰班 我们在等你 正好 你趁着这一次的利空 你赶快 我们正好在这几天 11月30号以前有优惠 你这两天 你不信邪的 你还是喜欢富贵险中求的 这一次的 这一个变种病毒的利空 我想再次 再次再给你上一堂课 再给你上一堂课 你到底要不要记取教信 你到底要不要记取教信 你是要富贵险中求 还是富贵险中求 你自己决定 你要富贵险中求 还是你要富贵险中求 你去追元宇宙的 前两天你去追LED的 航空股的 我想这两天 拉回最快的 不就是这些 当这几天 前一阵子潮热的题材吗 所以我还是建议各位 操作你要做股市 你是要赚得了一时 一试 你是要能够负一试 赚一试 一辈子 而不是只是赚一试 赚个两三天 赚个一个月 接着又整个把财富 又赔回去了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周末跟各位分享的 跟各位做美股收盘分析 大概就讲到这边 我希望各位 已经看我节目一段时间了 真的能够 好好的从这当中学习 稳的重要 那不要让每次一个利空出来 你的财富又重新来过一次 那这样子 我觉得总是 红尘来去一场空 红尘来去一场梦 那真的是不如不要做 浪费时间 然后又白忙一场 那倒不如像我在节目中的 好好工作 好好工作 股票交给我 好吗 好那你对我们的钻石班 黄金班 小银班有兴趣的 趁着11月 礼拜二以前 我们的优惠专案 赶快赖加进来 礼拜一礼拜二 正好股市杀下来 我们看好的 未来趋势成长股 有低点可以让你进场 正好这几天 这两天 你即刻办法入会 礼拜一礼拜二 低点 我们准备来逢低布局 谢谢你收看我的节目 让我古海大丈夫 陈建成带你富贵 滚中求